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这两天都在基层视察,有点忙 今天在抽空和老铁门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 每天网上都会出现很多包二火冒三丈的视频 恳请大家长按屏幕点击不感兴趣 你越看,被推送的就越多 到最后,你会以为这世界上每一辆包二都被损毁了 但这并不是事实 很多视频是左边拍一遍,右边拍一遍 垂直俯拍再来一遍 一辆坦克死了三次 都是那些乌贼在贩卖焦虑而已 虽然有损失,但我们的反攻不能停止 否则,义父也很难做人 搞不好要下台的呀 有没有利润不是重点 关键是现金流必须滚起来 这就叫做战争经济学 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本世界战争史 对和战争相关的经济、政治、地理文化 都做了深入的探讨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乌克兰总统有多难当了 普京,现在这仗打的算个什么玩意儿 先是满屏幕的地雷 然后是各种无人机 哪怕躲在树林里也会被发现 好容易占领了一栋破楼 发现里面连个鬼都没有 然后就被周围的高地炮击 又只能退回去 打了大半天连个人都看不见 有本事你就出来嘛 T90对鲍二 咱俩光明正大的干一仗 让你个主场 就约在库尔斯克 不要天天躲在屏幕后面玩安德的游戏了 你这个地宝宅男 你们全国都是地宝宅男 反正我是不会放弃的 收复国土 天经地义 铁豹百战穿装甲不破罗刹 终不还 铁豹百战